琼瑶芯片的剧组呢 此刻正在台湾进行宣传 这部戏呢 之中这个骑马的片段呢 被网友说好 哎呦让人想如飞飞 又被陈汉典等人模仿 在今天剧组到台湾宣传时 其中也尔康的这个李嘉航呢 就被大家问到这个尴尬的问题 他怎么回答呢 来看现场 走出电视传者时装 他们就是琼瑶芯片当中的 尔康和小燕子剧组 而这部最近红到网路上 甚至艺人陈汉典也嘎一咖 模仿的骑马桥段 男主角适应尔康的李嘉航 也看了模仿版 我已经满了 你不可能比我好笑 因为我的梗已经满了 你的梗已经满了 那我的梗就满出来了 第一印象肯定不是说 特别的就是高兴 但是我可能也是年轻人吧 我看这些东西看的也比较多 提到这个话题李嘉航有点尴尬 因为不止骑马画面 大上要慢出来了 这样的台词被网友笑说 让人想入非非 连模仿版陈汉典的表情 也让网友笑翻了 我比你好笑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我比你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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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好笑 我真有多好笑 让大家更关注 就是说 关注何欣义说的东西 就是说他说的是一种 就是美好爱情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也没有提到那些东西 也希望大家不要 就是再拿出来这样的 哎呀 正版的尔康正经八百回忆 不过这段影片 让网友转载再转载 也让这一出新戏 意外成为观众讨论的话题 昨天新闻曾建勋 言听台北采访报道